你好,这是刘日森博主老孙,来自日本富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今天我们用白菜来操粉条 白菜操粉条虽然是一条家常菜 但是呢,做出来的这个肉要香 并且呢,油少、健康、里边还有诀窍 同时呢,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白菜 有那个焦香味,架上粉条的劲道 在嘴里召一口真是回味无穷 真香,真好吃 首先来做一个葱姜水 姜切片之后,切成丝 放到尝有清水的盆里 半颗葱先切成段 再切成丝 放到盆里 然后,在盆里加少许花椒粒 用手抓捏两分钟 抓捏到盆中的水变成白色之后 拉上保鲜膜,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这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块梅花肉 用刀从中间片开之后 再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放到盆里 接着在秤肉的盆里放一盆清水 用手抓捏几下 洗净肉当中的血水和油脂 之后,窜干水分 放到盆里 下面开始加佐料 首先加两勺清酒 用手抓捏一下 去掉肉当中的腥味和扇味 接下来开始加调料 在盆中 加一勺白糖 把刚才腌制好的葱姜水 过滤进来 再加少许十三香 一勺盐 用手抓捏 让肉充分吃进葱姜水 抓捏两分钟之后 盖上盖 放一旁 腌制十五分钟 接下来准备配菜 一颗洗腥的白菜心 让叶子掰下来 然后切成段 最后再改刀切成丝 放到盆里备用 接下来切点包裹用的材料 将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末 放到盆里 几粒大蒜 切成丝之后 切成末 放到盆里 半颗大葱 切成丝之后 再切成葱花 放到盆里 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片 最后再改刀切成丝 放到盆里 最后再切点香菜段 放到盆里备用 接下来挑一个寥汁 最后出锅时候用 在盆里放一勺白糖 半勺陈醋 三勺酱油 半盆清水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开始烹饪 首先在清水当中 放入粉条 煮两分钟之后 捞到清水里边 过凉 然后用漏勺将过凉后的粉条 捞出来 加一勺酱油 一勺菜籽油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另起锅 锅里加少许菜籽油 我刚才压好的肉 放进来 下面开始炒肉 三分钟之后 肉炒好了 肉当中的很多油被炒出来了 你看这么多油 将这些油放到漏烧里边 控油 备用 接下来 利用这个锅 炒白菜和胡萝卜 煸炒两分钟之后 白菜和胡萝卜都端生 放到盆里 备用 最后另起锅 放一点浑油 然后 加进刚才准备好的葱姜蒜 爆锅 爆香之后 再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料汁 接着 加入粉条 搅拌均匀 接着 加入肉丝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白菜和胡萝卜 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呢 再加一点香菜段 关火 搅拌均匀之后 出锅 装盘 美食继承 来看看 我们的白菜草粉条 做好了 你看看 真漂亮 厨房充满了满满的虾味 下面我们来尝一下 先吃一块肉丝 嗯 这个肉丝 在嘴里特别嫩 没有一点腥味 也没有一点啥味 越嚼越香 嗯 真好 白菜 加上白菜 综合来一口 嗯 嗯 嗯 价值太棒 这个白菜的较香 白菜的较香味 加上粉条的定道 它就肉香 在嘴里里是越嚼越香 越嚼越觉得好吃 越好吃越想再来一口就能够感觉 哈哈哈哈